微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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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好我是Kiki 已經快兩個月的旅遊戀中討論之後 已經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影劇解析影片了 不過最近有一部韓劇我個人非常期待 大家看我的頭孤應該就知道今天要分享的主題了吧 沒錯今天影片就是Netflix的新劇 寄生獸灰色部隊的解析與討論 每次這種改編至經典漫畫小時候的作品 一定都會被拿來跟原著作比較 所以今天除了劇情解析之外 也幫他準備了漫畫版的世界觀補充 以及韓版的幕後製作故事等等 好在我們開始分享之前 還是讓我們跟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這樣就不會錯囉 精彩影片囉 其實我看到不少網友說 原版寄生獸和韓版的內容幾乎無關 硬要套上漫畫的名字很反感 但這個論點我個人覺得對韓版不太公平啦 因為灰色部隊和漫畫本來就是兩個獨立的故事 他們只是擁有一樣的世界觀 漫畫和動畫版是發生在日本的故事 但灰色部隊是發生在韓國的故事 所以劇情和人物設定有些不一樣很正常 不過這邊還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幾點 兩版寄生獸世界觀的設定很差異 首先日版的寄生獸比較低調 一開始他們都會直接啃食宿主 將其肢解 但後來讓我們發現 與其留下成不忍睹的肉體 倒不如巧妙的隱藏 偽裝成失蹤 這樣引起的騷動比較小 但是韓版的寄生獸不但從一開始 就選擇在人最多的電影活動上進行攻擊 甚至能有規模的組織同類 也因如此 有人說韓版寄生獸學習人類的行為 實際走得太快不太合理 但我覺得韓版寄生獸設定的跟動 應該和他背後想要探討的社會議題有關 等等後面也會跟大家提到 二 沒有感情的寄生獸 漫畫中有提到寄生的宿主 會失去原本屬於人類的感情 眼睛裡面是看不到靈魂的 所以大家在看影集的時候應該會發現 被寄生的宿主們眼黑都比較多 尤其是女子曉秀人和海地的切換畫面 保有人性的秀人眼睛比較自然 但只要變身長海地時 女子曉就會換成眼睛較無神的黑色放大片 不過在原著中 寄生獸是可以透過精力 漸漸感受到人類身上的情感 這部分韓版也有稍微提到 比如說第六集被寄生後的慶喜 在歷經背叛的情感後 居然犧牲自己 並對強要說他感到抱歉 還有海地也從一開始只想隨著本能寄生秀人 到後面居然懂得思考生存的意義 還跟秀人說他不是一個人 最後一點 影集裡秀人不是因為身受受傷 導致海地為了治療他 才沒辦法吃掉他的腦袋嗎 不過在漫畫中 男主角星衣遇到的寄生獸有 一開始是從他的右手侵入 但因為星衣不讓他繼續往上爬 又有才會跟他的右手結合 甚至星衣還有遇到另一個同類 也是擁有人類意識 但身體虛弱 寄生獸為了救宿主 只好和他的嘴巴融合在一起 但在漫畫中 兩位角色和寄生獸的意識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但韓版的秀人和海地無法 既然都提到漫畫版的角色名稱了 趕快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解決彩帶的人物是什麼來頭好了 第六集尾聲 一個自稱是寄生生物專家的日本人 與灰色部隊組長崔俊京見面時 刻意伸出右手打招呼 鏡頭還給他的手一個大特寫 正是因為全形衣就是原著中的主角 當初他被寄生的部位就是右手 所以他的寄生手才會把自己稱作是優 前面有提到 韓版灰色部隊只在援助游泳相同世界觀的新故事嗎? 是有很多劇迷都在猜 由日本男星尖田降輝飾演的全新衣出現在結局 是否代表第二季日韓的寄生手會一起聯動 如果是真的 我覺得劇迷們應該會瘋掉啦 畢竟這部的漫畫本來就很紅了 再加上尖田降輝的人氣加持 日韓聯動一定會很新鮮 而且漫畫版的又最後選擇沉睡 讓新衣回歸成正常人的模樣 如果真的有第二季搞不好又還會再次出現 不曉得大家對解決彩蛋有什麼想法呢? 針對韓版寄生手的故事 武裝有蠻多人在劇情方面有不少疑問 所以我也想要提出來幾點跟他討論一下 1.為什麼牧師要在倉庫上標記教會的符號 我有看到不少網友說 韓版寄生手的智商好像都偏敵 明明同類都已經被掃蕩過一次了 為何牧師還要在轉移基地後 刻意在倉庫大門上噴上教會的噴漆 這樣不就會吸引更多人類來殺他們嗎? 但這其實就是牧師的陰謀啦 牧師就是想要犧牲同類來達成目的 因為他想要的不只是寄生 而是控制人類的手腦 而且牧師絕對是劇中最聰明的角色之一 因為他懂得跟人類合作 又只要要組建組織擁有更多力量 2.牧師背叛同類的理由 雖然透過劇情我們都知道 牧師是為了控制人類手腦才會背叛同類 害他們的基地被掃蕩嘛 不過也有看到蠻多人說 不理解牧師的做法 有更多同類幫助他達成目標不是更好嗎? 這部分我的解讀是 因為牧師曾經說過 人類會為組織犧牲 拋開自己的存亡做著我們無法理解的事 那就是他們對組織的忠誠 也是人類比我們更有力量的原因 基於這個論點 牧師大概是覺得同類的犧牲是必經過程 才能夠讓他替同類完成更遠大的目標 為何牧師寄生獸可以更換世主 海地卻不能換 還有為什麼牧師的肉體死了 寄生獸卻能迅速換成哲鳴 那麼其他寄生獸只要換到其他宿主身上就好 怎麼還會死掉呢? 這部分其實海地在第一集尾聲就解釋過 在寄生過程中 因為秀仁的身受重傷 他已經花太多力氣治療宿主了 沒能躲下腦袋 所以與其說秀仁被海地寄生 倒不如說他們是共生狀態 因為海地沒辦法換宿主 然後牧師的部分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第四集哲鳴警官在槍殺牧師的肉體後 寄生獸就立刻逃走 移植到哲鳴身上 其他寄生獸當然也可以轉移 但解題是他們必須找到新的火體 其他寄生獸應該是來不及找到 就先領便當了 有看過漫畫版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作者有說 一開始從天而降的包子們 其實是來自地球某森林的原生種 所以原版寄生獸的故事 其實和環保液體有關 人類想保護的自然是狹義的自然 主角和寄生獸的磨合過程 就好像是作者在跟讀者說 人類和其他生物之間 不一定只有當敵人、競爭者這些選項 也可以是共存的合作夥伴 而韓版雖然沒有特別強到環保議題 但它有延伸出新的共生概念 第二集牧師寄生獸有說 人類和寄生獸很像 都需要寄生 寄生在一種龐大的組織之下 我覺得這部分導演是想要透過韓國的民族性 進而帶出個人治癒社會這個組織的共存方式 就像牆佑對海地說的 你們以為只要呼吸就是活著吧? 但人類不同 人要活在人群之中才是生存 儘管秀仁屢次受傷 牆佑不斷遭到背叛 但他們都還是渴望人群 渴望得到認同 而組織的存在也不是為了排除異己 而是要包容異己 才有辦法成為更強大的力量 而且你們不覺得海地很像什麼心理諮商師嗎? 總是能客觀分析秀仁的心理狀態 但又知道宿主內心的渴望和掙扎 所以當我聽到最後一集 海地寫信給秀仁說 無論你喜不喜歡 你都不是一個人 那段確實蠻感動的 因為海地從一開始 只會生存才救活秀仁 到最後居然理解宿主 並成為她的力量 而秀仁也從一開始不想要活下去 對生活不抱期待 到後面想努力的活下去 這部分有稍微回扣到原著的精髓啦 也就是主角與寄生獸之間的相互影響 所以我個人還蠻喜歡這個收尾的 說到這次的主演群 我想很多人應該都很好奇 女宿的全少妮是誰 之前怎麼都沒有看過 就連我自己也是透過寄生獸才認識她的 不過你們知道嗎 今年33歲的全少妮其實是新二代 2018年才透過電視劇男朋友被大眾認識 雖然她主演的作品不多 但去年全少妮有和朴炯子共同主演韓劇青春樂壇 崔宇子還有為她送上一圓咖啡車 此外全少妮和宋慧喬還是超級好姐妹 兩人在拍完男朋友之後變得相當要好 然後飾演男主角的演員聚焦煥 以及飾演女主角的演員李真賢 他們都曾在《思數列車2》跟導演《炎上浩》合作過 但意外的是李真賢在拍戲過程中發現自己懷孕 導演聽到後超開心 還跟演員說小孩是你最重要的事 而李真賢也很敬严地完成演出 甚至還要經常舉著5公斤重的萊斧牆 並進行重量訓練 另外有不少觀眾提到 這次的韓版寄生獸特效做得不錯 只是感覺演員們的頭會很暈 對此女主角全少妮也有在發布會上輸導 她在拍攝打鬥場面時 因為不知道實際打起來是什麼模樣 所以大多時候都要靠導演的指示示範來完成 主持人也笑說她的脖子肌肉應該很結實 最後我也想要稍微提一下導演岩上浩 她很擅長透過《非寫實類》作品探討人性 像之前紅遍全球的《思數列車》系列 以及經手邪教劇《救救我2》 還有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地獄公式》 而且岩上浩導演在《思數列車》爆紅前也有不少動畫作品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韓版寄生獸的好評會這麼多 畢竟導演有動漫背景也是原著的粉絲 他把改編的尺度拿捏得很好 我知道這個標題有點偏激 不過我是故意這樣下的 因為我覺得韓版有點像是原著的番外篇 它讓寄生獸的世界觀和故事變得更立體 所以其實不太能去比較哪個版本更好看 畢竟它就是兩個獨立的故事嘛 而且韓版居然能夠在保留原著精神的前提下 集合韓國文化進行原創故事發展 甚至注入不一樣的人性討論視角 這是灰色部隊最讓我驚喜的部分 當然啊韓版還是有一些可惜之處 可能是因為影集版只有6集 在寄生獸與宿主之間的磨合描述比較少 但在漫畫中主角和寄生獸的相處過程很重要 漫畫裡寄生獸又從一開始隨著本能之想啃是人類 到後來在與宿主的相處過程中 他和主角新衣一起成長、學習 並漸漸理解彼此 這應該是漫畫迷們最喜歡的部分 不過韓版的劇情設定是 海地和秀仁無法同時清醒 所以他們之間少了很多互動和對話 會讓看過漫畫的書迷們有點難產生共鳴 這部分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導演也有說 原著作者顏明君對於作品的改編一直都抱持著非常開放的態度 他還想說如果漫畫是他的孩子 那麼影集版就是孫子 那整體來說如果滿分十分的話 我個人覺得韓版的表現有到八分左右 有做出自己的特色又不會過度模仿 如果真的有機會拍第二季 又可以聯絡日本的劇情當然更好 那以上就是寄生獸灰色部隊的解析和討論 不曉得你們對韓版的劇情有什麼想法 你喜歡的結局嗎? 喜歡或不喜歡的理由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那這影片就到這邊囉 熱情的話別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zer Facebook 喔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你們看這個桃菇是不是超級可愛 我昨天收到的時候就立刻跟我媽分享 我媽帶也超適合的 然後Netflix還送了一整袋的那個補充包 這支影片不是跟他們合作啦 只是單純我想要分享給你們看他們的公關品而已 首先是這個紅色毛巾的補血包 然後再來是手機防水袋 然後還有一個行動麥克風 這超酷它是真的可以唱歌用的 然後還有一個酒精瓶 酒精瓶上面也一樣印的寄生獸 喔還有這個可可粉 然後別針跟馬錶 雖然我有點不太確定運動馬錶要幹嘛 反正就跟你們分享看看 我自己是覺得他們這支寄生獸的公關品有夠用心 像他們還有送我一個寄生獸的蛋糕 超級無敵浮誇 那個觸角有沒有也超級逼真